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刚刚看过峰哥的处理 对于字符串 还有一个重要的处理 就是什么 替换 对吧 分割 匹配 查找替换 最常见的操作 咱们差一个替换 简单的替换会采用效率高的 采用什么 替换 使用字符串处理函数是什么 是STR下方线 下方线 就是什么都可以替换 功能很强大 但是效率没有上边的高怎么办 所以咱们基本上30%的字符串处理 用它就可以完成 对吧 剩下的70%你再用它 而不要100%的都用它 对吧 因为能用上边的 尽量用上边的效率高 而且还简单好理解 但是就是因为它不是正责替换 所以只能替换固定的字符 对吧 这节课咱们就研究替换函数 怎么去使用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就想研究函数 我们就得把手册里边 把函数找到对不对 STR下方线 REPRC 好 看一下 我们现在 找到这个字符串函数了 那你看参数 参数 什么类型呢 几个参数啊 是不是三个必须的参数 一个可选的参数 那大家看一下 第三个参数 就是你要处理的那个字符串 然后呢 第一个参数就是在这个要处理字符串 搜出什么字符串来 第二个参数就是搜出的字符串 替换成什么 那第三个 第四个 可加可不加对不对 但是第四个你会发现什么类型的变量 一个引用的整形 对吧 那就必须传一个变量进去 对 这个变量会干嘛呢 就是这个字符串出来 它替换了几次之后 会把替换次数负给变量 你通这变量就知道 这替换函数一共替换了多少次 就这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使用这个 首先我们来写一个 字幕串 htt 就是http冒号 这样 http冒号 3w.lampbrother.knight 就在下边的 pp下边的diambo.pp 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字幕串 很普通的吧 现在 我用替换函数 返回的是一个替换的新字幕串 newhtr 是新字幕串 然后我输出圆形的字幕串 一个 你看到效果 再输出new新字幕串 替换后的字幕串 是一个对不对 替换用什么 htr下个线rp 是用这个替换的 第一个参数 在这个字幕串里边 搜索什么需要替换 对吧 比如说我想把里边的php替换掉 对吧 替换成加瓦 那我这会就搜到什么了 是不是在这个字幕串 搜php啊 把php换成什么 换成加瓦 对不对 在哪里 在str里边 你看 这样的话就是 在str里边搜索 php换成 知道吧 反过来的就是换成后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是不是这样呢 看 这是原来的 对不对 是不是有php这样的 都换成加瓦了 对吧 那换了几次 我想知道怎么办呢 这话 你生命的nm变量 默认等于零就行 对不对 然后在第四个参数 传进去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在下边就可以 是吧 是替换的次数为 $转移完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有两处没替换 那么替换的次数为2 看到了吗 那如果有三个地方 比如说 peerp brother 小心一下 是不是就是三个地方 所以最后一个数字 你可要可不要 如果需要知道替换的次数 我们就可以用gay的方式 对吧 这是什么 替换的第一种用法 我们再来看 第二种用法 这节课咱先不讨论正责 如何替换 先把自乎串的替换先讨论 对不对 第二个用法 什么用法 你看 在手册里边标记了 头几个参数 不一定是自乎串 看到了吗 还可以什么 对 你看 该反过自乎串或者是数组 是反过来的也不一样 该自乎串或数组将他中的被搜索到替换为他之后 对不对 看一下参数搜索的自乎串和被替换的自乎串均可为数 看到了吗 来咱们再分别试一下单独试一下假如说分别为那单独为就不行吗 比如说 我把这个 你也得去掉 咱们再写一个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过滤非法关键字 对不对 所有的非法关键字都把它换成几号 对吧 然后一个字幕串里边 比如说有非法关键字 这是哪个呢 这是一句什么正常的句子 但里面有一些不能显示的文字 比如说这里边 妹子就是一个非法关键字 不允许别人说对不对 假如说 我直接写的随便找到妹子 妹子 比如说风格也是非法关键字 对不对 在这吧 风格 那假如说正常也是非法关键字 所以当这边提出来 假如说我要替换的非法关键字 对 正常 对吧 然后就随便写的一句话 风格 还有什么 还有妹子 这三个假如是非法关键字 我想把它替换掉 怎么办呢 这话 只需要 这两个拿回来 刚才乘的是不是一样 嗯 那这话替换成什么 对 替换成两个星号 对吧 然后什么关键字 我关键字是不是有多个非法关键字 对吧 那有多个的话 我在这话该怎么写 多关键字是不数足 对不对 对吧 所以从数据一般咱们做项目的时候非法关键字 放到一个表里 表取出来 放到一个数足里 数足往这一放 输出的句子就没有 这个 非法的关键字了 那这话数足里边放上几个字幕串 什么呢 正常 对吧 嗯 然后 对 嗯 妹子 再来一个 中指 是不是三个 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的非法关键字 可以像这样继续填下去 对不对 对 那以后才遇到多个词换成一个词的情况 是不是前面是数多个词 后边是一个词就可以了 嗯 来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替换了三次 是不是有风格的正常的风格 觉得这是多明显示 对吧 这就是什么 这个替换函数的第二种词法 前边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数据替换成统立的字幕串 嗯 那 有没有后边数据前面是一个字幕串呢 肯定不现实的 对吧 你找到一个替换成不定乃格 那不行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呢 那是做不到的 那现在这是第二种用法再给你保证一下 记住第二种用法是什么了吗 嗯 就是第一个参数是数组 第二是字幕串 就是把多个找到的替换成一个用这种对吧 那前面他说了替换一次替换一个字符前面替换成了对不对 那我能够找到多个比如正常替换成什么非正常对吧 妹子替换成漂亮的女子替换成漂亮风格 对吧 女子替换成漂亮风格替换成帅哥 就是对应的替换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第三种用法干嘛 这一块你也加个数组 数组的个数跟第一个是对上两个 比如说长得正常了对不对 那就是变成很正常 对吧 然后妹子这会变成漂亮 漂亮的漂亮 漂亮的对吧 风格变成帅哥 看一下 第三种两边都放数组 对吧 数组要一般长 这样才能对应的替换 对 看一下 是不是正常变成了很正常 风格变成了帅哥 妹子变成了漂亮的对 那如果不正常会怎么样 假如这块 前面多 这是点这是文字 对吧 那你看会准什么情况 是不是就是替换成空了 因为没对上对不对 那如果 后边多呢 你好 后边多呢 对不对 后边的是不是就没白了 对吧 因为多出去前面一共找到三个 你听完这四个肯定不合理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为了更好的写程序 前面数字后边数字 个数要怎么办 要一致才可以 这就是我们字符串替换的这个函数 对不对 当然了替换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正则 一起使用 比如说 像前面当学过的 匹配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是不是匹配出所有UR来 那将所有的UR都替换成链接 匹配出来 所有能放到数组里 可以吧 放到数组里边 然后我们整体来一个替换 换成对应的链接 是可以吧 但是这样做比较麻烦 既用了正则 又用到了什么 字符串数 一定用的 那赛特克 如果咱们直接用什么 正则的替换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替换的字符串函数 是在咱们城里边经常用到 对吧 好多事情都可以解决 不一定 所有东西都用正则来帮忙 听到吧 但是呢 字符串处理不了 咱们就得用正则来帮忙 比如说按模式来替换 对吧 比如说把所有的以外邮箱 都替换成连接 所有的UR替换成连接 对吧 所有的图片 所有的图片 都给它加上什么边框之类的 就这种处理的方式 按一定模式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这个就做不到 对吧 那就使用什么 字符串 正则来处理 好 下节课我们来介绍 如何用正则表达式处理函数 来处理字符串 那这节课咱们先降到个 这节课咱们只是学习了一下 字符串的替换函数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我也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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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